盡腐 之前赵芬芳的工作 是我太心急了 不好意思啊 差点耽误了你的大事 没什么 你也是为了工作好 我觉得 你对工作和生活的要求 都很高啊 在工作和生活上面 想要拥有一席之地 当然不能松懈了 照你这么说 我工作和生活 岂不是都不合格的 我们两个人是拍档 你要是不合格 那我也不合格 那你是说 我都合格吗 还有上升的空间 同志能需努力 我在工作上呢 比较严谨 以私不苟 生活上 随性 协议就可以了 现在我了解你的工作和生活 那我还想了解一下 你对未来的另一半 有什么要求呢 缘分 小曼姐 你说什么是缘分 你说这世界上有这么多人 每天跟我们擦肩而过的 不计其数 我们不留意 也不在乎 可是一场 突如其来的意外 就让我们 产生矛盾 而开始留意这个人 从一开始的猜疑 到接触后 最后的信任 这可能 就是所谓的缘分吧 任大律师 你一个只讲法不讲情的人 将其感情来还头头是道 有情况啊 从事交代是不是有追求对象 你胡说什么 我在给你分析啊 再说 你什么时候给我介绍 你那个什么意的缘分啊 别提了 我最近烦着呢 我一见到他啊 就是一见钟情 我心里满满的全都是他 可是 他总对我若寄若离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在他心目中 算是什么位置 他是喜欢我 还是不喜欢我 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啊 叫其实他没那么喜欢你 那你这应该看看 看看男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呀 刚认识一个男人 就把自己的工作给丢掉了 你谈恋爱的时候 智商为零 其实他对我还挺好的 他一点都不嫌我笨 还教我学习 总怕我累 苗欣啊 你只有感性没有理性 你不在那个男人身上 摔个大跟头 你都不知道 人家对你是好还是不好 一定是那个追求者吧 你消失什么 我没瞎说 哎你看看你那紧张的表情 我一猜就知道是个男的 哎真不知道是哪个不怕死的 敢去追求你这个冰山美人 还一定得有极强的意志力 不然啊他还没追到你 这会被弄死的 总之 我现在没有成家的意愿 谁也征服不了 那你就更不能躲着了 你要不接受他 得果断拒绝 当断不断 必顺其万 你看吧 凯凯真棒啊现在 凯凯 奶奶问你一些事呗 什么事 如果咱家再多一个人 比现在更热闹 你愿意不愿意啊 当然愿意 以前我和姐姐住在大房子的时候 我感觉好冷清 后来大嫂叔叔来了 就变得很热闹 现在奶奶你也来了 我就觉得更热闹了 真的 好大 家里就没有那么冷清了 真会说话 奶奶 你还想找谁来我们家啊 这个 寨石宝 好 奶奶不打人 快洗 有些队友检查啊 刚过去了 我带你聆想 Nirvana 我和你接受 我和你 我能接受 你去看吧 盛陀佛 你去看我 我就不肯定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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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吃了 可没吃了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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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谈一谈 是 我一定要和我妈好好谈谈 认认真真地谈一谈 以后我不能耽误你工作 我 我不是说这个 我是说 你让她别 别再撮合我和你了 她 她跟你说这个了 她 我 我 我妈呢 少点年纪 她呢 就老跟我说 说孩子 你也老大不小了 赶紧乘个家 让我抱上孙子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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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理解是吧 但是她 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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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我今天回去 我就跟她好好的 认认真真地谈一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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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介绍这个对象 是不是任律师啊 太没报复了 我没跟你说你就知道了 我本来要给你一个惊喜的 惊喜啊 惊吓吧 我跟你讲嘛 我跟他不合适 你看啊 他跟谭丽明是好朋友 好闺蜜 好姐妹 那我要是跟他好了 那我成什么人了 你成什么人了 你男人哪 你得娶媳妇啊 好姐妹更好啊 你没看看 你好多姐姐死了 妹妹嫁个姐子 大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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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就是普通朋友 我压根就不想再婚 我要气死你妈 你也别生气啊 你看啊 我呢 是遗产继承人 他呢 是遗产执行律师 那你说我们俩走在一起 人别人肯定会认为 把俩合起伙来 骗他那名的钱 那 咱心里没那么想 你管他别人说什么 那律师这个人真的挺好的 你看你有事 你二话不说就来帮我 还说溜你妈 你这样的姑娘哪找你去 对了 妈 你不是一直很嫌弃 韩玉萍是二婚吗 那当然了 我也二婚啊 我不光二婚 我还带了二个孩子 我二嘛 对不对 行了 这个话题咱不谈了 再说你看人家 人家条件那么好 要样有样 要条有条 要形有形 我配不上人家 这婚姻没有什么赔偿赔不上 只有合适不合适 那谭丽明不也嫁给你了吗 再说了 谁说儿子长得不好看 这鼻子 这嘴巴 现在不都流行那个 韩欧什么暖书 你得自信 你得自信 自信 自己说的自己信 去 你别给我捣乱好不好 不是韩欧 是韩偶 偶吐的偶 去 小伙儿子 别捣乱啊 你等着啊 走 走啊 这今天要跟韩总聊发货的事 这一天了她都不来 你说这怎么了 伤心呗 她伤什么心呢 我妈呀 你妈怎么了 说来话长了 说呀 不管多长我都听着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啊 行 行 你不说也罢 我自己问你 为什么 我现在跟你请个假 干吗去 她现在伤心难过 我都去安安安没呀 那你工作干完了吗 干完了 放心 全都搞定 我都去给她疏导 疏导 我走了啊 江峰哥 你那么着急出去干吗呀 小孩管能多干吗 最近有个电影 要不要一起去看 我这哪有工夫 陪你看电影啊 这韩总在家伤心难过的 我得去安慰安慰她 改天没看电影 谁呀 韩总 韩总 你会发现 我看见这个世界呢 其实跟你心里想得不太一样 您说 您是一个自己创业的女性 你的心胸无比宽大 可你为什么总在一棵 外脖树上吊死呢 天涯何处 荣芳草 有的时候 喜欢一个人 那是谁 把这一棵劲的 这是我的 means 不清楚到底為什麼 都晚了你怎麼還不走啊 大作哥 我在給自己找事情加班呢 加班 哎呦喂 這是你說出來的話呀 平時這一下班 你溜得比誰都快 今兒這是怎麼了 大作哥 您給我評評理 你說我好心好意 買了電影票 想讓裴天鋒陪我看電影 他不但不去還說我 說我像沒法語開的火柴棍 看著我就沒興趣 喜歡劍鋒啊 其實我知道 裴劍鋒他喜歡韓總 可是我喜歡他 有錯嗎 這沒有錯沒有錯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 感情這種事呢 是雙方的 不是有句老話嗎 叫剃頭挑子 不能一頭惹 對吧 當然了 你認為自己付出了 這個覺得 自己受到了傷害 又想得到回報 我認為 這不是真愛啊 那大作哥 你說什麼才是真正的愛呢 愛 我認為 源自內心 一種氣息 一種色彩 一種慰藉 和一種信念 只有這樣啊 你才能夠感受到 這個世界是美好的 愛不是去衡量 不是去計較 誰付出了多少 不再計較 回饋到底有多少的時候 我認為 這才是真愛 好了孩子 你呢 別在這兒資訊煩惱了 你平時有嘴滑舌的 想不到你說起大道理來 還一套一套的啊 這些 都不是我的想法 我是從大作哥身上 看到的學到的 我一直以一種 作家的角度去觀察他 你看他對譚李明的愛 對孩子的愛 是那麼的無私 那麼的不求苦 我覺得 這就是真愛吧 也許 就是因為大作的這種生活態度 我才這麼想要和他在一起呢 要不是你這麼一總結 我還真想不到 原來羅大佐 一直默默地影響著他身邊的每一個人 是啊 我當時啊 我還覺得咱公司容不下我的雄心壯志 我也想做點事 我還想過 想過去追手你 還讓大佐哥做過很多事 現在回想起來啊 覺得當時真的是 我太瞎矮 其實我一直是在去 這 一會兒 像這樣不求回報的喜歡一個人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我真沒想到我媽她會這樣 只不過羅叔叔喜歡的人 並不是我媽 我上次去找羅叔叔 也是希望他能把話跟我媽說清楚 別再讓我媽受苦 我已經擁ARS了 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強求的 再說了 羅叔叔的做法也並沒有錯啊 而且我還一直很 investment 因為是他教會了我媽 在做一個女強人的同時 她要好好照顧家裡 康溟 如果我媽跟羅叔叔走在一起的話 那我們倆會成什麼 什麼呀 當然會成兄妹了 谁要跟你做学位 我跟你闹是玩的 康黎的那个同学有点没熟 好像以前在哪见过 ż intention 亮亮 阿姨 您又来了 我来看看任律师 任律师她没在 又 她又没在啊 那我坐 等她一会儿 阿姨 我看您还是别等了 她 她今天可能不过来 那说不定她回来了呢 我等她 来 喂 莲莲 喂 陈律师 老妈妈又上咱们这边来了 问她什么事她也不说 她一定要在这儿等您来 您看 现在怎么办 好了 我知道了 好 先不让我来 好 哈哈哈 哪有 我可以 我可以 你可不是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你怎么样啊 我带你到医院去看看吧 没事的 叔叔 真是对不起 我刚才呢 没注意到 我刚刚骑车也太快了 没杀住车 这样吧 我们俩呢 彼此留个电话 你有什么事情啊 给我打电话 来 你安逸一下 好了 你叫什么名字 寒冬冬 寒 冬天的冬 安成 我存现了 我给你留一个我的名片 有事情的话 你就联系我 好 喂 唐成 你最近在忙什么 你怎么这么久都不跟我联系了 你是不是躲着我呀 我现在要去机场 这样 我一会儿给你打电话 你有什么事 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 又不耽误你的时间 唐成 为什么我总觉得你老是躲着我呢 我上次找你 你在开会 我上上次找你 你又说你出差了 可是咱们公司连个项目都没有 你到底出什么差啊 而且我是这个公司的法人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声呢 我是应该提前跟你说一声 这样 我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 喂 喂 有事 我看你就是躲着我 还说今天有出差 那我这儿看你到底是真出差 还是假出差 叔叔 您要急着去机场的话 就先去吧 不用管我了 那好吧 这个撞伤啊 不比其他事情 你现在啊 没有什么感觉 可能过几天呢 就不知道哪会儿疼 反正你有我电话 你到时候联系我 我知道了 谢谢叔叔 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 拜拜 我记得说 小严 挺酷的名字 噢还是个总经理 人倒挺帅的 要是单身的话 倒挺失和我妈呀 走 韩冬冬 你腿怎么受伤了 没事 我今天着急来学校 不小心啊 跟车撞了一下 那撞你的那个人呢 跑了 没跑 他还给我一张名片呢 而且撞我的那个人啊 长得特别帅 还是个总经理呢 简直堪称完美 我还头一次见你这样 自己被撞了还夸扁 你不懂 这叫啊 一场过世带来一场喜事 我觉得挺好的 什么喜事啊 你看啊 我妈她之前 不是因为罗叔叔 感情受伤了吗 所以啊 我就着急给她 找一个新的对象 那如果呢 今天撞我这个人 是单身的话 我觉得挺适合我妈的 真没想到 你还挺为你妈着想的 我当然替她着想了 如果你的罗叔叔 能找到另一半的话 那也挺好的 亮亮 没什么事 我先下班回家了 好 你先走吧 阿姨 阿姨 您看 我们这儿到下班时间了 您要找任律师 不行您明天再来吧 今天那真的回不来了 真回不来了 行 那我明天再来 好 谢谢你啊 没事 那再见啊 您慢走 好 再见 我总不能一直这样躲着吧 我该怎么办呢 妈 我回来了 哎 怎么了 怎么还受伤了啊 小伤啊 算什么呀 什么叫算什么呀 妈救你这么一个儿子 打你一巴掌到现在还后悔呢 这 这腿怎么还瘸了 疼不疼啊 妈 我知道你心疼我 我也心疼您啊 你看 我这儿小伤 皮外伤 过几天就好了 可您不一样啊 您受的是心理的伤害 没事干嘛刺激你吗 哎呀 我没刺激你 说实话 罗大佐确实心理善良 可人长得也太成了 现在可是个看脸的时代 再说了 妈 您长得这么漂亮 又这么有能力 应该找一个更适合你的人 适不适合 妈比你清楚 你个小屁孩懂什么 哎 我都十八了 再过一年我就上大学了 我什么都懂 反正啊 我就觉得罗大佐不适合你 别提罗大佐 提起他我心里就难受了 你别提罗大佐 我很好 姐姐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啊 罗奶奶说 家里可能会多一个人 多一个人 家里还会多什么人 我不知道 但龙奶奶问我喜不喜欢热闹 我说喜欢 你不可以喜欢 因为 我不会让其他人寄到家里的 等叔叔 我听康凯说 有点来跟他说 家里还会再来一个人 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 是这样 我妈呢想安排我相亲 可能她又担心 慷慨不同意 所以故意试探她 安排你相亲 罗叔叔 你想再婚吗 除非我发婚 那你是不是会 旧女儿 能不能掌握她 你得照冲伙 我让你 yourselves 想起来 你想起来 好可爱 不是太抱怀了 我也是 这种感受 什么气 这个世界上啊 女人是千千万 但是 能够走进罗叔叔心里的 只有你妈妈 只有她 在我心里 罗叔叔 那你真的会违背 罗奶奶的心意吗 我妈呢 罗叔慢慢大了 他呢也希望 我能有个后 理解 人之常情 是吧 你看老人给咱说的事 咱不能顶嘴 对吧 咱得委婉的拒绝 不过你放心 叔叔 不会再结婚的 罗叔我没有孩子 你和慷慨呢 就是我的孩子 罗叔叔 有一件事情 我真的想不明白 你和我妈妈才认识短短两个月 就闪婚了 你们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培养出这么深厚的感情呢 我真的很好奇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其实我跟你妈啊 别看那么短就闪婚了 我们是有基础的 是什么呢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啊 我俩是大学同学你知道吧 哎说起你妈 那简直 你妈年纪初太漂亮了 用今天的词来讲 那叫颜值爆表 啪表爆了 哈哈 哎我跟你说 你妈当年的外汉你知道叫什么吗 像花 严重大小花啊 哎 那个时候追他的男生可多了去了 嗨了去了 排着队呀 可以这么讲 排好几条街 哎 那 我跟你讲 当然了 你罗叔叔的条件就这样 是吧 呃 掌门一副 姥姥不亲 舅舅不爱 丈母娘见得用脚帅的模样 那个时候我只能悄悄的 偷偷的 默默的 远远的 注视着你妈 凑不上钱哪 爸 你 那时候啊 所有的同学都希望早点毕业 走向社会 只有我 你为什么 一毕业见不到你妈了呀 后来啊 同学们都有工作了 我就玩命地打听 你妈在哪儿工作干什么 再后来我就听说 她出国了 这一晃啊 二十多年不见了 我有时候经常想 老天爷 老天爷 开开眼吧 开开眼吧 让我见到谭立明吧 看看她现在是什么样子 真没想到有一天我在送快递的路上 你怎么看 我见到你妈了 你说巧不巧啊 好 那次见到你妈 我可就玩了命 哎 我玩命地追你妈 不追白不追啊 不追那不傻吗 那赶紧追啊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反过来了 你妈追我 当时我是真没想到 咱不是有句老话 叫男追女 哥作山 女追男怎么的 哥哥从山 对吗 没想到你妈追我 你妈追我 你愿意娶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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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娶我吗 我愿意娶我 我愿意娶我 我还客气什么 我还犹豫什么 咔嚓我就把这馅饼给吃了我 我爱你 我爱你一切的切 我爱你一辈子 我爱你一辈子 你还又露出来了 我就是 啊 后来我们俩就登记去结婚 你不知道 怎么就发生了那件事 我签了你妈一个婚礼 我 我 签了她很多很多 我对此的承诺 都没有兑现 好在你妈送过一个 非常好的礼物 一个大礼物 就是你和你弟弟 我虽然没有孩子 我也不想要 只要有你和弟弟 你们俩 就是我的孩子 啊 我 把血都是一家人 以後不要說這種話了 你放心吧 我叔叔 會再婚了 韓宗說什麼啊 我是一頓勸哪 我跟她說愛是什麼 愛的意義愛的內涵 下期天好多了 我覺得晚上要有空 我還得去跟她聊一聊 謝謝你啊 謝什麼呀 這是我應該的 我覺得當時 我對她的這個追求的方式方法呀 是錯誤 現在我意識到了 這兩個人啊 要是有緣分 自然而然就能走到一起 要緣分沒到 強求也沒有 老話說得好 強扭得瓜不甜嘛 我現在對韓總呢 只是同事 好友 你說她啊 現在身邊只有一個 韓東東 你說她對於孩子 能說什麼掏心窩的話呀 對吧 你說她這 有點什麼心理事 這連個出氣的 這個窗口都沒有 現在有了 我呀 我就是她的窗口 我就是她的出氣筒 陪窗口吧 行 你的工作完成了 謝謝啊 這樣 您忙去吧 這兒我來盯著 行 對了 剩下的貨向著罷了啊 那我走了啊 媽 你心臟又不舒服了 你這樣啊 你別著急 我一會兒就回去 不不不 大佐 你別回你別回 你工作那麼忙 你趕快叫人律師來 讓他陪我去醫院啊 不不不 媽人家也有事啊 人家也忙 這樣我把手頭的事處理說 不就回來啊 誒 老闆 誒 你給你看看這個吧 這皮膚要發在哪兒呢 他別趕時間呢 行行行 我一會兒就過來 媽 這樣這樣這樣 我呢 這兒又來事了 我我我我 我給任律師打個電話 打他陪你去 好不好 好的好的 讓他快一點啊 好 去吧 喂 羅大佐 任律師啊 有個事我想麻煩一下 本來呢 不想麻煩你 怕我媽 又跟你說一下 你不愛聽的事 是這樣 我媽又病 你能不能替我 陪她去趟醫院啊 什麼 阿姨病了 好好好 救命 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到啊 这个大佐到底给没给任律师打电话 按理说任律师当我们家 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呢 该不是大佐骗我没给他打吧 我再催大佐赶紧给他打 历史没问题吧 历史没问题 电话知道了 好 电话知道了 小电话 妈 怎么样任律师到了没有啊 大佐 这任律师怎么还不到 我受不了了 你赶紧催他快一点 好好好 我马上给你打电话 喂 任律师 你到过家了没有啊 我妈心脏受不了了现在 不好意思 我刚才在路上有点事情耽误了 我现在就在你家门口 我马上进去了 好 谢谢 谢谢啊 阿姨 阿姨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我赶紧送您去医院吧 没事 不用去了 你来了我就舒服多了 不行 这心脏的问题不能耽误的 好 来 我们去医院 阿姨的心脏没有不舒服 是心里不舒服 我知道 我对儿子大佐的事急了点 才做了过途的举动 但你也不该躲着我呀 阿姨啊 您的心意 我明白 但是我真的不希望 大家都为难哪 阿姨 阿姨知道 你心地好 考虑问题有周权 阿姨真的很想让你当我的儿媳妇 但阿姨也知道 感情这东西勉强不得 如果你跟大佐没有缘分 我就是再努力 也没用 相向 宽 印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 就是刚刚着急开车过来 差一点出车祸了 哎呀 我又犯错了 赶紧的我陪你去医院 咱看怎么回事 不用 就一点小伤过几天就没事了 不用去医院 真的不用啊 真的不用 我都发出去了吧 发出去了 喂 任律师 怎么样 你们到医院了吗 医生怎么说 我不在医院 我就在你们家门口 怎么还没去医院呢 那我妈的心脏怎么样了 你放心 你妈妈没事 她不是心脏有问题 是心里不舒服 那刚才不是说 心脏不舒服吗 怎么又变成 心里不舒服了呢 之前 阿姨不是一直 给我送饭吗 然后又 一直提着那个 相亲的事情 搞得我很尴尬 所以 我就躲着她嘛 她就是因为想见我 所以就说自己 心脏不舒服 假假人 任律师 我能对于我妈的这种 所作所为 向你赔你道歉 老人嘛 老赞也应该理解 这个 你看 害得你 又白跑了一趟 这样 那天我请你吃大餐 当面向你赔你道歉 关于 我妈跟你说相亲的这个事呢 我今天回家 我会很严肃地跟她说 没事 妈 我真服你了 你干吗要装病啊 我和任律师是有工作的人 不是没事干 你看啊 人家开个律师事务所 那么多人 那么多事在等着她 你倒好装病 把人骗到家里来 你这不是耽误人家工作吗 你还有俩跟我急呀 还不都因为你迟迟不嫁 迟迟不学 我才做出那样的事 反正呢 我跟你说了N多遍了 我心里只有谭立明 任何一个女人 我都容不下 连你妈也容不下吗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不娶 想一辈子单身 想守住对谭立明的承诺 而断了罗家的后 我更容不下你 儿子 你这心能不能放开点 你别老惦记谭立明了 他人都走了 你人生的路还长着呢 儿子 咱试着 咱试着去接受别的男人 你 你气死我了 你看你妈能欺负他 咱试着去接受别的女人 儿子 我欺负我了 你气死我了 来 帮我把这些单子做成表格 你自己不会做啊 你自己做的 这是你分那个工作 又不是我的 呦呦呦呦呦 翅膀硬了是吧 那我以前上 你做的时候 怎么没这么多事啊 你既然是以前 现在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 您现在跟韩总走那么近 还用得着我这些 小支援帮忙啊 不是 你 你想哪儿去了呀 那韩总心情不好 我就去安慰一下 你真的搞错了 我搞错了 是我搞错了吗 本来我以为你是个写小说的 心里头一定有个 纯洁的爱情 至少你得认为爱情 是神圣的对吧 可你呢 势力 见到有钱女人就想往上贴 我看你就是电视剧看多了 想见女老板上位吧 你说什么呢 赵冰冰 我是那样人吗 你真的搞错了 我 我 我只想要一个浪漫的爱情 我没有想借有钱女人上位 是吗 韩总不是很有钱吗 是 很有钱的 你觉得我像小白脸吗 就算我愿意 人家也得干 真的呀 真的 来来来 把这表哥给多做了 好 要我做表哥也可以啊 那你得陪我看看电影 看 好 哪儿 我 我 你说 我 我 来 上天以为特别着急给碰了 伤怎么样了 没事了 早就没事了 谢谢你关心 但是呢 我还是想提醒你 你给康城当担保人这件事啊 不能不放在心上 是啊 自从 大家不能放在心上 好 那我们不就敬畅 我当不就敬畅 我的心都不敬畅 我都不敬畅 我当中找到康城了 我可以找到康城了 你这们每天都管 两家都不敬畅 就算了 你这儿快点儿 如果真找不到康城的话 這剩下的錢 還真的硬著透皮還了 不好意思啊 餵 苗欣 你怎麼哭了 小曼姐 我真的被騙了 我該怎麼辦啊 你快告訴我 我該怎麼辦啊 現在 好了你先別哭 到底怎麼了 她說她要出差 我就按著她給我的航班號 駐到機場 但是旅客名單裡 根本就沒有她的名字 原來她一直都在騙我 你啊 真是太容易相信人了 她說她要出差 我就按著她給我的航班號 這種男人早點離開她更好啊 可是 可是她拿著我所有的資料 去註冊了一家公司的法人 你不是跟我說 如果一家公司出了事 所有的一切都要法人承擔嗎 你不是說給朋友問的嗎 小曼姐 我那個朋友 就是我 你呀 你為了幫這個男人當法人 辞弃了自己的工作 還騙我說什麼 找到了一份招聘的工作 就是給這個公司招聘吧 還有 上次在酒店的洗手間 你說什麼朋友 帶你出去見世面 也是這個男人吧 好了好了 我現在都知道了 那你打算怎麼辦呢 不知道 小曼姐 這件事情我本來 沒打算瞞你多久 我就知道這個公司 一定有問題 我想等我倆之間 確定了之後 我再告訴你 但現在她肯定是騙我的 小曼姐 你快幫幫我 該怎麼辦啊 好了好了好了 你馬上告訴我 這個男人是誰 這個公司叫什麼 我幫你查得一清二楚 你現在醒過來 還不算太晚 至少能不降低損失 其實這個人他就是 你還敢打電話給我 你到底要騙我到什麼時候 你說什麼呀 我騙你什麼 我按照你給我的名單 追你到機場 女客名單裡 根本就沒有你的名字 啊你是說這事啊 我去機場那天 路上出了一些交通事故 後來我把航班停掉了 啊 交通事故 那你現在怎麼樣啊 你現在人在哪裡 我去看看你 好 我再跟你聯繫啊 好 是不是那個男人 小曼姐 小曼姐 我有時候我得先走了 她說她是因為 出了交通事故 所以才沒有到機場的 這一切都是誤會 不行 我不管這是不是誤會 你不能再糊裡糊塗的 告訴我她是誰 她是 莊嚴 莊嚴 嗯 開車 應該不是 我給你 不需要 只是 人點 就 你不要 你不需要 你不可以 我不是 你不是 我就是信任你 才把我的行程告诉你 你知道吗 我的行程 要是让竞争对手知道了 他们往往会巧先一步 但是谁能想到 在路上出现了意外 更没想到 你会因为这个事情误会我 对不起 康诚 是我太不懂事了 你千万别这么说 你也是为了公私好 说明我没看错人 真的吗 是 描心那边快压不住了 你得抓紧 赶快让我找到姓韩的这个女人 好 我敬礼 动动 你们不能再再也 留下人 нем地 你不是想知道 是杀手吗 你还能不能去 我会儿 给你就是 我跟你说 你只是想聚焦 你问我 你讨论 我想知道 你怎么能行 你甚至跟你说 你这首席 这首席 我是不是单身 不是 你什么意思 您别误会 我是替我妈问的 不是 你是替你妈问的 我想 给我妈找一个理想的对象 替你妈相亲 我妈她单身很久了 一个人把我拉扯这么大 实在不容易 前阵子吧 她看上一个男的 那个男的长得特别的丑 按道理说 应该是她高攀我妈才对 可是呢 她把我妈给拒绝了 害得我妈伤心好一阵子 人家不都说 治疗情伤的最好办法 就是开始下一段爱情吗 现在遇到了您 我觉得我妈可以开始 下一段爱情了 你妈有你这么一儿子 也不是太省心 你觉得 我跟你妈合适 嗯 专业叔叔 我妈她长得特漂亮 走在街上啊 别人还以为我们是姐弟呢 根本看不出来多少岁 而且您还这么帅 行为举止又这么潇洒 如果要是单身的话 能不能跟我建议你 我这 你对你妈妈的事情倒是挺上心的 我当然上心了 她可是我的心头宝呢 她的事就是我的事 对了叔叔 您还没告诉我 您到底是不是单身呢 我 我离过婚 那就是单着喽 呃 哈哈 杨树哥早安 你的快递 你才多大呀就約會啊 九點後就開始約會了啊 你這不是讓我們這一代人很慘愚 我這個觀念也老了 呃我是不是就是傳說中的那種代溝 哪裡有代溝啊 不管是不是九零後 我們和你們的戀愛觀是一樣的 就要求兩字純潔 哎對對 這是對的 對對對 那約會的對象是誰啊 裴建峰裴裴 啊 孩子 你不要把自己給裴進去啊 他要扶搜他 裴裴 裴裴 不是你這叫我呢 你小子行啊 整天朝三暮四 朝猫斗狗了 我还没看出来啊 有两把花生豆了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昨天晚上 是不是约冰冰了 约了 走哥 你这也太老土了吧 这都什么年代了 约个会 看看电影 那不代表什么好不好 没什么 你看看冰冰乐的 好家伙 一乐那脸跟朵花似的 一笑那鼻涕泡 恨不得都掉出来了 你密码人怎么带啊 人怎么会这样 我告诉你啊 一看 就是恋爱中的女儿 恋爱 谁 没跟她恋爱了 我跟她看电影 是为了让她白天 更好的工作 只是看电影吗 没干别的吗 没 你把我想到什么人了 一 我俩看的是喜剧片 不是爱情人 二 整场电影 我俩连句话都没说 这给案情都不沾边 好吧 大哥 麻烦了 我跟你说啊 感情这种事 怕的就是爱美 你口口声声地跟我说 喜欢韩总 你这边 又约着人家冰冰 你怎么处理 我跟你讲啊 在感情这个问题上 你要严肃认真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我没开玩笑 有你这个榜样摆在面前 我怎么会去开玩笑呢 你说你跟谭李明 那坚真不语的爱情 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爱情 我认为啊 这两个人只要是真爱 哪怕只有一天 我都会珍惜每一分每一分 我这辈子不求别的 只求像你一样 能够深深地 疯狂的轰轰烈烈的爱情 就够了 行了 你别在这跟我咬文嚼字啊 你既然对人家冰冰没那意思 赶紧说清楚 你别耽误人家 人家还是个女孩子 怎么个意思啊 你想让人家陪在你手里啊 那你听你这个名 你爸你妈怎么给你起了这么个名啊 陪建峰陪建峰 又赔又犯贱你还疯 什么呀你这 杨总您好 我是韩玉萍 对对对 我跟您打电话 是想跟您确认一件事 那份新合同 您那边寄过来了吗 好嘞好嘞 好嘞谢谢啊 那我让前天查一下 赵冰冰 赵冰冰 建峰哥 你咱俩今天晚上去吃日本料理呗 就在咱们公司附近 超级赞 我已经团够了 我不能跟你去吃日本料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是男女朋友 我说的 你不认为 不是男人 和男人 都要在自己吃日本料理 就是男人 我曾经都想要 你不认识 我心目的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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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辞职 喂 潘总 裴 裴建峰 怎么是你接电话 赵彬彬呢 赵彬彬辞了 辞 辞职了 什么时候事我怎么不知道呀 就 刚刚 来 你给我查查前台有没有一份 新寄过来的快件 梁总寄过来的合同 好 潘总 那合同呢 你是怎么管理公司的 为什么赵彬彬辞职的事我都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杨总这个项目 我跟了多久 人家才寄来一份合同 合同还给我撕了 这个责任你承担得起吗 我是直 这样我去处理这件事 保证给你一个漫移的答复 我先去了 立方 怎么不叫陪陪了 陪你个头啊 陪大夫了 我让你去跟冰冰谈谈 你怎么谈的呀 现在可好 人人走了 合同合同私了 怎么弄的 实话实说呗 我就跟他说 我跟他看电影呢 是为了让他以后 更好地为公司 为韩总工作 我俩绝对不会成为恋人 就这些 你小的口口声声说 自个儿是作家 你那么会写 你就不会婉转地说吗 那怎么办呢 左哥现在 我哪知道 我也不懂合同啊 我答应韩总 说把合同给弄回来 说把合同给弄回来 哎 合同都跟这儿 吃了 不过了 我这可奇妙 就秦队 这也都把她打给弹 这就是一场 杳务 杳务 我会zeni 披营 好 你的杳务 好 你的杳务 我死了 我乔决 哪个人 还有别人 加方于一方交易比较 比较 是什么呀 交易标的 是合同里面经常用的术语 交易标的 是合同里面经常用的术语 哈哈 Technology 啊來給 啊好的 哎呀我就媽呀哇則咱這一模一樣 你们那个韩总啊 是故意刁难你的 这合约根本就没盖章 让对方再发一封过来不就行了吗 这就是故意的 不管怎么说我得谢谢你 耽误你这么多时间 这样这样改日 我请你吃大餐 别客气 你有你的难处 我也很高兴能帮上吗 不想回公司了 杨总签字了 只要咱们这一改账 这合同就生效了 这是我作为一个副总 应该做的吗 你别以为这样 我就不生你气了 别生气 生气不利于美容 你看 韩总 您哪儿都好 肚子又那么大 你才肚子大呢 不是 我说您肚量大 宰相肚里能承船吗 您不光肚子大 您胸也大 不是 胸怀弱骨啊 就是领导干部 要有你这样的胸怀 胸怀 有你这样夸人的吗 那 要不冰冰让他回来上班 说了半天 原来重点在这儿啊 行行 让他回来吧 你啊 以后可得把公司管理好 再出什么问题的话 令你一会儿开除 开 开 开 我还没办法 我先去问问问 你等着 您指定的 Dusky 你怎么回答 你怎么回答 你上班了 我们怎么回答 你怎么回答 你出来 我 别说 你毫无法回答 致命 对 你长得 也有 别说 我可能 我也得 你得 快 我 都过去了 那你还想辞职吗 我不想啊 我那时跟裴建峰说气话呢 韩总不会真的把我开车吧 不会了 韩总把你留下来了 不过冰冰啊 作为老大哥 我想跟你说两句 你呢也算是成年人了对吧 在感情这个问题上呢 你要学会承受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 强颖的瓜不甜 咱也不是三岁两岁小孩了 心情不好感情受挫 咱就在工作中撒起 这不合适啊对不对 虽然你那个岗位小 但是他连接着公司的业务 公是公司是私 一颗的分清 是这个理吧 我知道了 人吕 我查到一家名叫红城投资公司 人吕 我查到一家名叫红城投资公司 这家公司 主营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 它的法人代表就是苗欣 而且这家公司啊 最近有一笔一千万的进账 所有详细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您看看 苗欣 苗欣你在哪儿 这苗欣啊真是个傻女 虽然他一直一心一心给你分担 但是还一直在打你 我看你快没什么耐心 我必须有耐心 谁和妻子 现在还不能放弃 所以说这女人 就世界上最麻烦的动物 我有一个女人 不是例外的 唐立明 当初要是提了立明的话 我就不会是现在这个下场 这一切 全都是被那个姓韩的女人生死 让我七里自杀 好 让我找她 好 没问题 苗欣 你当法人的那家公司叫什么 怎么还我这个 你的账户最近有一笔一千万的进账 你知道吗 我 我知道 我自己的账户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做生意嘛 有进有出 正常了 那这笔钱是怎么进来的 你知道吗 小曼姐 这是商业机密 我不能告诉你 苗西 你的合伙人庄严 一直和康城有联系 康城很有可能 就是在幕后操纵着这家公司 而这一千万 很有可能就是他利用罗大佐 做担保人 从银行带出来的 现在康城失踪 银行催了还款 罗大佐没有办法 已经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 公司的财务 一直是睁严在管 他什么都没有跟我说 苗西 你自己被利用了 你都不知道 如果这笔钱 真的是康城 用欺骗的手段 骗回来的 你这个当法人的 也逃不掉 以后有什么事发生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 一千万的 团党 你是疯了吗 你真要帮你妈 介绍对象啊 当然啦 我觉得我妈她挺可怜的 自从上次罗叔叔那个事 她感情就受到了伤害 也不怎么去公司了 一个人待在家里啊 孤苦伶仃的 怪可怜的 你想 我们人类可是群居动物 孤单的时候啊 需要朋友 需要有人聊天 你看 你孤单的时候 不是有我吗 陪你聊天倾诉 而且我妈也没什么朋友 那些能陪她聊天 吃饭的人啊 都是生意上的伙伴 根本就说不了心里话 所以她回家 就更需要别人 陪她聊天了 那你真的想要一个继父啊 不是我想要继父 是我妈真的需要 一个人陪她 你想 等我长大以后 一定会离开她吧 到时候她也变老了 也不那么漂亮 行动也迟缓了 所以她就需要一个 爱她的人陪她照顾她 这配偶能做的事啊 我们儿女啊 永远都代替不了 就因为这个原因 我也必须得给她 找一个新对象 你说得也有道理 我明白了 不过 介绍对象这事 你妈她能乐意吗 她就算不乐意啊 我也会让她乐意的 什么办法 偶遇 偶遇 喂 您好 喂 请问是专业叔叔吗 我是韩东东 我刚刚上完体育课 发现上次撞伤的地方 有点儿痛 您能陪我去一趟医院吗 哦 没有问题啊 这都是应该的 这样 你告诉我你在哪儿 我去找你 嗯 那我就在学校门口等您 好 喂 妈 哎呀 我刚刚撞伤的地方 特别疼 你快来看看我吧 啊 儿子 你别乱动啊 妈马上就来 太好了 我妈也来 庄严叔叔也来 他们俩啊 第一眼一定会蹦出火花的 你自己去 喂 喂 妈 你到哪儿了 我都快疼死了 东东 你别急啊 就差一个路口了 来 忍一忍忍一忍 马上就到啊 再等等 疼的是我 不是你 你趕緊的吧 好好好 我趕緊 趕緊 嗨 明星 你到底還要騙我多久 你和莊嚴到底在搞什麼 陰謀詭計 你千萬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今天不給我一個 合理的解釋 我立刻就去告訴任小曼 陰謀 你要先別著急 你告訴我你在什麼地方 我去找你 怎麼走了 人呢 你一腳沒事兒你給我打電話 折騰你媽呀 哎呀 媽 我不是腳痛 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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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本來想給你製造一個偶遇的機會 結果咧 感情這事啊 還真得看緣分啊 你這孩子 哎呀 媽 輕臉 升哥去 大大人 然後我的家 不是 其實想當你 不是 好好消息 但是她 事實上是 什麼事情 就是 那是 你 粗壇 你 看 還是 算贏 你 怎麼 你说的这些 全部都是任小马告诉你 你别管谁告诉我的 你就告诉我 这是不是真的 谭立明的财产 本来就应该输 那些钱是我跟立明当年 两个人白手起家 辛辛苦苦打笔得来 现在是罗大佐占为基 我让他担保了一千万 只是那笔钱当中 很小的 我只是拿回了服务 杭成 我毫无怨言地去给你做这个公司的法人 你却利用我去做这些祸处肮脏的事情 这就是 你怎么办 把事情揭法 然后再去告诉我大佐 杭晓鑫 我没有骗你 我在工作上 也相信你的能力 我是真心的信任 在个人感觉上 我是真的对你有好感 所以才让你做这个话 你对我有好感 你让我去做这些 见不得人的勾当 我不觉得要拿回孩子的抚养权 要拿回本该属于我的财产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未经许可,不得不得人的 zyst parce guard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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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理清了很多事情 我只是想回来看看孩子 但是我没有想到 李明出了意外 那么现在 我想拿回本来属于我的那些钱 因为那些钱 本来就是当初 我留给李明和孩子们的 我当时不想拖累他们 所以 这笔钱就先给了李明 那么现在 我要拿回孩子的抚养权 我得到这笔钱 我首先可以照顾好他们 我也可以东山再起 我更可以中这笔钱 找到当初陷害我的那个人 我可以报仇 我不觉得这个是负 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一切 是错的 现在 可以去告诉任小伴 我不会怪你 但是苗仙 我也想问你一句话 你之前问过我 说我在生活上 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 我不知道 你知道了真实情况之后 还会不会问出这句话 我是真心地相信你 你也真心地帮助我 如果说 你知道了我所有的事情 还愿意跟我一块走下去 还愿意跟我一块过苦日子 我今天也做一个决定 我今天也做一个决定 你愿不愿意 真的跟我在一起 你愿不愿意 真的跟我在一起 我清楚 好 康凯 你先在这儿一写功课 姐姐上楼拿个东西 马上就下来 好的 姐姐 好 康凯 你知道不知道 苗老师住哪儿 罗叔叔 你这么着急 找苗老师做什么 是这样 我不是千领银行一千万吗 我就把这笔钱呢 打到了苗老师的公司 他是公司的法人 只要苗老师能够证明 这笔钱呢 是我为康城做担保人的钱的话 我就有机会能要过来 苗老师辞职以后 我们就没有太多联系了 不过 不过我好像知道他住在哪儿 苗老师 我听任律师讲 我那笔一千万呢 已经打到了你们公司的账号 你能不能把这笔钱还给我 这个 我知道你很为难 你从学校辞职了以后 就到了康城的公司 我也知道 你是被他骗了 如果这笔钱你要是给我的话 那你就失业了 但话又说回来了 你说我帮了康城那么多 反过头来我现在是一无所有 我妈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你 苗老师发现了我的一切 他已经从一个挡箭牌呈成了一个 一瓶子 少于无甚 全盤結束 林曉曼已經知道了這家公司 是由我找苗星人 也查到了所有資金賬號 都在你的手呢 現在最關鍵的是 苗星和任曉曼 是非常好的朋友 你難道不怕 明星出賣你 你能不能告訴我 這個公司是不是康城 你能不能把這筆錢還給我 不是康城 我聽康寧說 你去找苗星了 他承認康城了嗎 看來這一千萬 是要不回來了 你先別著急 我去找他探探 你來 盧先生 我現在通知您 您的第二期還款三百萬 已經到期 请您在十个工作日内 还款到银行 谁的电话 银行 同城 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是想保护你而已 可是你知道吗 我在骗罗大佐的时候 我的心都快从嗓子里跳出来了 从酒会 招聘务机 你一次又一次地欺骗我 我是看在你为了孩子 而东山再起的份上 我原谅你了 所以从今往后 我希望你不要再把我牵扯到 你的世界中去 刘夕 我只是想保护你 我知道你不信我 我現在說再多的話也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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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戒指太小了 它配不上 但是 這是我現在全部的繼續 阿欣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時候能夠碰上你 是老天爺對我的眷慕 我們倆的相遇 可以說 是一種緣分 我永遠都記得 那天在校園的場面 你就像是一縷陽光照進了我的身邊 我向你保證 我一定會拿回屬於我的東西 我也一定會東山再起 我更會讓你過上無疑無慮的生活 請你相信我 如果你要是願意的話 就讓我把這個戒指給你戴上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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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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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願意嫁我 我不只能信手 你難道不怕描心出賣你 描心不會出賣 你這麼有把握 你到底用了什么办法 求婚 你这招够了 康城 你这次可真让我开了眼了 以前听说过美人计 没想到 你竟然把自己当美人用了 你这招可真够绝的 不过 你真的要和苗欣结婚吗 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等咱们的计划成功了 苗欣这枚妻子也就没什么用 那你后面准备怎么办 到时候你就知道 看着 你这么会利用人的感情 我想知道 是不是我也在你的计划当中 你不用担心 我们两个是一条船上 我没有告诉你 也是有我的考虑 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 我会比任何一次都要小心 不过既然你想知道 我告诉你也无妨 银行应该快催路大走环第二笔快 他这次走投无路 他只能动用谭立明的一程 只要他敢用 我就有办法 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不过既然是一条船上的 你不过既然是一条船上的 我会再打开 你不过既然是一条船上的 那天的船上的船上的船上的 还钱吗 罗叔叔 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啊 没有啊 没发呆你在这儿储着干嘛 不回家 快回去吧 奶奶跟凯凯都等着我们了 我打电话给你 你干嘛不见 可能没有听到 是真没听到还是装没听到 你现在只是一个空壳法人 应该没什么事吧 还是做了亏心事 不敢面对我 我能做什么亏心事啊 还说你没做亏心事 你为什么要撒谎 跟罗大佐说 你公司幕后的操控人不是康城 你明知道康城 骗了罗大佐一千万 你为什么还要袒护他 苗星 我认识的那个你不是这样的 你傻归傻 但还是有正义感的 难道你也被利益冲昏头脑了 你的女性 就还要都能理论 除了她 你被罗大启 可有关的 我对她的无法 人家都管得交易 不接受吗 应该跟罗大启 成他有多可憐嗎 他被一個女人騙得傾家蕩產 生物分文的時候 老朋友和他離了婚 你以為我們倆是怎麼認識的 他想念孩子卻沒有撫養權 更不想讓孩子們知道 他們的親生父親是那麼的落魄 他只有悄悄的 跑到學校偷偷的去看孩子們一眼 他之所以成為今天這個樣子 他只是想讓孩子們回到他的身邊 他想維護住這個家 這難道也有錯嗎 他是演戲給你看的 他是騙你的 看你對羅大佐這麼好 又是為了什麼 他也不是你的誰 難道你真的喜歡上他了 想為他出頭 羅大佐替康城負擔這一槍 那是他們倆之間的事 又關你任小曼什麼事 你之前不也懷疑羅大佐 是為了譚立民的遺刹 而策劃的那起交通事故嗎 你怎麼知道羅大佐 他不是在你面前演戲呢 你真的是無可救藥 我無可救藥 小曼姐 今天我站在這裡替康城說話 他是因為我愛他 你別傻了 你別傻了 他是騙你的 如果他只騙我 他為什麼要向我求你 去水 去水 你不要打開 你要不要打開 我 是我 不能打開 他 他 儿子 这可怎么了 心不在焉的 是公司出了什么事了 没事 有事没事 要是我不知道 那我就不是你妈了 是不是 还有一瓶把公司事都给了你 你这压力特别大 很累 咱哪 也不图当官 也不图挣多少钱 就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是了 你要觉得累 你就跟海亿平说 你要不好意思说 妈去跟你说去 别 别跟人说 妈 我是在想啊 我是不是做人特别地失败了 哪跟哪儿啊 失败什么了 你看啊 我呢 想当个好人 想去帮助别人 但是反过头来呢 我好心没好抱啊 以至于 连累了朋友 连累了家人 儿子 妈从小就跟你说 人这一辈子 就求个心安理得 无愧于人 这样才能活得潇洒 活得安心 活得自在 别在意 你是什么样的人马知道 那生活在太阳照着地球上 自有功力存在 对不对 对不对 妙心怎么说 你怎么说 这个妙心 完全被康城洗脑了 一味地给他说好吧 看来 从他那边拿回这一千万 是不大可能了 大佐 你得好好想一想 接下来该怎么办 接下来 我不想再麻烦你了 这个事呢 是从我这儿发生的 我不想让你 跑前跑后的 为我那么累 谢谢你了 罗大佐 算了 我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来 来 罗哥 我看刚才那韧力师师傅来了 又出什么事了 你那脸色那么难看 没什么事 还说没事 你照镜子看看你那苦瓜脸 都被霜打了似的 不是 你不能拿我建峰当外人 你说你平时保了我那么多忙 我一直想找个事 还你这个大人钱 你有什么事啊 你跟兄弟我说 没准在我能力范围内呢 真忙你还真帮不上 你不说 怎么知道我帮不了啊 我现在在你的培养下 上不到订单合作 下到端茶扫尼 没有一样我干不了的 这是工作上啊 社会上的事我更可以了 我现在每天晚上下了班 去搜集素材 所有人我都聊得来的 说说 银行催我第二批款了 多少啊 三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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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才能借你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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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我就实话实说 这银行啊 来催大佐哥第二批款了 而且要十日内必须交起 他要借钱 他怎么不亲自来借啊 他这人你还不了解吗 他以为接受了你的钱 就要接受你的感情 而且上次那么一闹 他哪还好意思开口了 您上回不都差点借的了吗 这回你再给我个面子 再借一次好不好 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 他要借钱 他应该亲自来跟我说 对不对 我上次主动借的钱 他都不要 我可不想再干这种 热脸贴冷屁股的事了 我再建议我 我叫你 我说你不解释了 你能不能便宜 商量 imporos 你不解释了 你不解释了 你在街上 我再想到街上 我去山名里 你能不能再查你 还要跟它交友 可就是这么一个好人哪 现在却搞得自己祸不担心 好像所有的灾难 都降临在他头上 你说这是不是越是好人 这辈子越不得消遇 大佐哥怎么了 他吧 给人做担保人 欠了一千万 一千万 什么 我的天哪 大佐哥每个月两万块钱工资 扣掉税和保险还剩一万四 就算工作五十五年 他也才能还净这一千万 大佐哥今年四十岁 那也不能工作到九十岁啊 那真是做牛做马也还不清了 怎么办啊 建峰哥 我呢 已经去找过韩总了 韩总倒没说怎么办 他就说罗大佐有事 你让他亲自来找我 可你想啊 大佐哥那么好面子一个人 怎么可能去找他呢 我是真没办法了 我想到一个办法 咱们集资替大佐哥还钱 怎么样 聪明了 丫头 你不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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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啊 你不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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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在说 cled 派总 你找我呀 走吧 轻轻说 不用了 就在这儿说两句吧 我最近 精力都放在家里 都放在东东身上了 也没去公司 也没关心员工 更没怎么关心你 我听说 你 是不是 遇着 什么困难了 你看 雖然你不接受我的感情 但是咱俩还是朋友 对不对 有什么事 你尽管跟我说 好不好 谢谢韩总 真没有 如果要是有的话 我会跟你开口的 真的没有 真 真没有 我是一个男人 我不能 也不可以 把自己错误决定的后果 让一个女人来替我承担 可是眼下 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去还上银行的钱 台内民的遗产 不 绝对不能 是 陈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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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最近是怎么了 不是出差错就是走失 陈律 陈律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罗大佐 从一开始 就不接受谭姐的遗产 到她欠了银行一千万 她还是坚持不动用 谭姐的遗产 宁肯把自己避上绝路 你说她到底在想什么 我觉得罗大佐 这谭姐是真爱 她不想用谭姐的钱 去玷污她们的爱情 可她只是一个上班族 怎么能还清一千万的债啊 除非她自己当老板 资金流她可以自己调动 先有一部分资金进账 先用这笔资金啊 还上那一千万 等公司正常运转之后呢 再赚了钱再还给公司 你这么说倒是提醒我了 陈略 谭姐生前 不是一直想跟您 开一家食品公司吗 那是谭姐的梦想 在她过世之后啊 这个项目 就变成了遗产的一部分 我差点把这件事情忘了 但是她不在一起 她不在一起 我拒绝一下 她也不跟她们 自己的确实 我去看看她的梦想 是什么吗 梦你想 他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在他和你 还没有结婚之前 他就非常希望 看一家 绿色无公害的食品公司 因为他觉得 现在的食品公司 吞噬不起 他特别希望 可以创建一个 真正的绿色品牌 去保障消费者的健康 现在 我希望你可以 启动这家公司 一方面 去完成谭姐的梦想 另一方面 启动他赚钱 还清你的债 我开公司 我没钱呢 我知道你没有钱 所以你必须要 动用谭姐的遗产 但是 等这家公司赚钱以后 你把这笔钱还回去 不就等于 你没有动用过这笔钱吗 这也是唯一 你能够解决 你债务的办法 你能够解决 不不不 这个事 你让我考虑考虑 不用再考虑了 我知道你担心康妮 她会误会你 康妮美编 让我 去帮你说清楚 去帮你说清楚啊 康妮 大左叔叔为了还钱 已经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 可是现在银行 又催着他还第二期款 还让他再还三百万 可你大左叔叔 真的不希望 去动用你妈妈的遗产 怪不得他那天不肯进家门 原来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你妈妈曾经想过 做一家食品公司 你知道吗 嗯 我知道 这是我妈妈一直以来 想做的事情 不过 后来妈妈过世了 所以所有的筹备 也就都停滞了 现在小曼阿姨 希望可以重新启动这家公司 那首先呢 我带你到你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会把这家公司还给你 如果可以完成我妈妈的心愿 我当然很乐意 不过 有一点 我不想让小曼阿姨 当这家公司的法人 你 你 你 小曼阿姨是不是今天找你了 如果他跟你说这个事 你不同意的话 你可以不答应 因为这个事呢 因我而起 我要承担这个责任 我不想拖累你和你弟弟 就算你不答应 我也不会怪你 容叔叔 我愿意让这家公司 重新启动 我也更希望 看到我妈妈的梦想 可以被实现 这么说你同意了 对啊 不过 我不想让小妈阿姨 当这家公司的法人 那谁来当法人 你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 最爱我妈妈的人 你也是我们的家人 所以我绝对相信你 我希望罗叔叔 你可以来当这家公司的法人 替我妈妈完成这个行为 什么事啊 这么高兴 回来听听啊 因为终于有人要帮我妈妈 执行她的梦想了 你妈妈有什么梦想啊 我妈妈她一直想开一家 有良心的 有质量保证的食品公司 现在刘叔叔要替我妈 完成这个梦想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我也得赶快替我妈 完成梦想了 你妈妈有什么梦想 当然是再婚喽 好吧 人嘛 因为有梦想而伟大 哎 康定 那你有什么梦想啊 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当然是能够考上一所 心仪的大学啦 哦 那你想考什么样的大学啊 你学习成绩这么好 有选择一定特别多 我喜欢画画 应该会跟这个相关吧 所以以后我想从事一些 跟画画设计啊有关的工作 画画 怎么办啊 漢漢龙 你是怕我考不上吗 没有 没有 我的意思是 学习成绩这么好 而且画画天赋这么高 一定会考上的 哪像我呀 画画跟个小孩似的 我就算学习成绩再好 也考不上了 你要相信自己 不要轻人放弃 反正我相信你 一定可以考上你 嗯 康定 我一定会努力的 你就会就是 严格了 你都会在这儿 浩子 没用 我 often买了 你不除了 要不买尖 然后我去去 大家呢 知道你的事以后 除了咱公司啊 还有所有的相关单位 和部门 都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 为你还有解难 我今天来 是来辞职的 辞职 什么 你要辞职 谢谢韩总这么多年 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大佐 你 你要是有什么困难 你尽管跟我说 那几百万我可以替你出 你是不是 怕这个事 给公司再来麻烦 怕连累我呀 不不不 都不是 你怎么能够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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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